哇 这个羊腿 这都已经完全炖到脱骨了 100刀美国饭店开盲盒 店家上啥我吃啥 你敢相信吗 这家波斯菜 居然被选入全世界最好吃的餐屯之一 咱今天就去尝一尝到底怎么一回事 他家还真没多大 有点藏医小馆这感觉 菜单上还有波斯文 我是一句都看不懂 我首先有一个问题 你认为两个人来吃 100块钱是足够的吗 当然 当然 哇 这挺便宜 如果你赢了两个人 其实我们今天做一个挑战 这就是100块钱吧 你能够给我们吃什么我们吃的 今天都要看着你 就完成了100块钱 我们想要有些种类 我们做的事情你推荐 我们相信你 我们相信你 谢谢 没打算 我们移到桌子一 因为我们必须 我们需要一个大桌子 好 哥 老板说那个桌子太小了 又得给我们换纳桌 这一天天 这个餐厅 怎么变成了一位最好的餐厅 世界上的最好的餐厅 我们在最后一月的餐厅 我们在最后一月的餐厅 你只需要一年变成了一位最好的餐厅 这个餐厅有个很奇特的香料味 混在一起是那种咸香清凉的感觉 很神奇 哎呀 这大串看着太香了 哇 这个牛肉又多汁又嫩 一口咬下去 满嘴都是牛油的香味 此时此刻真的是幸福糖 哇 好香啊 这中东烤鸡果然名不虚传 博斯的哥们儿告诉我 这鸡腿得这样的酸奶吃 它这个外皮有淡淡的椒香味 里边反而来很多汁 鸡肉的本费保留得很好 这次香料味没有那么重 哇 这个辣椒花味不错 尝一口辣不辣 辣 辣椒这玩意 辣凉头啊 哇 这是辣椒 nice 哈哈哈哈 这个羊腿 看着也太嫩了 哇 这都已经完全炖到脱骨了 轻轻一瞪就散开了 先给它连上他家的蜜质酱料 这个香料和它混合得也贼好 一点山味都没有 哇 这一进嘴 蛮紧爆香的羊肉 用牙轻轻一推 这肉直接就离开骨头 这点都不含 太香了 让我再狠狠地炫一口饭 就更满足了 哎 小票来了 今天又吃了个半饱 咱看看花了多少钱